自從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 在二十四日的演講中 暗示哈馬斯的突襲 事出必有因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爾登 馬上痛斥秘書長的言論 除了要求他立刻道歉外 也要他辭去秘書長的職位 古特瑞斯沒有道歉也沒有請辭 反而否認了乙方對他的指控 對此爾登二十五日又在 以色列陸軍廣播電台上表示 他們為了給聯合國一個教訓 將拒絕聯合國代表 所申請的緊急簽證 而爾登強調 聯合國負責協調進入加薩 救援物資的官員格里菲斯 已經遭到以色列拒絕簽證了 聯合國不但沒有收回批評以國軍事行動的言論 甚至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上指出自從被以色列圍堵的16年來 加薩走廊所收到的國際援助逐年減少 導致重建工作不完善 進而資深暴力事件 如果以色列不解除對加薩走廊的圍堵 並重新討論新的兩國方案 這樣的狀況只會一再重演 華語新聞發言知識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華語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